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我是荒语画家 那我今天就是说完成这一幅宋太子造荒语 那这幅画是临摹台湾故宫的罗宝龙的画家古画所画出来的 那故宫的画跟我的画有什么区别 就是说因为故宫他们以前是用矿物彩的水彩 他们的线条都很细致 那我是手指画家 那手指画家的话 那指头都比较粗 那画细致的线条实在是很伤老机 那我就索性用我以前小时候经常用树枝 就当笔这样画 那材料 来做这幅画 像这种的瞳孔 我都要把它画出来 因为古代帝王 他眼神都在瞳孔 所以他高难度也是在瞳孔 那还有他胡须 因为他胡须 因为他胡须的线导 那像故宫的话 他一线到底了 那因为笔 我们的笔 我是没有拿笔的 我们不习惯 那我用树枝 因为树枝 只能点点续续的样化 所以他胡须须的点点续续的 甚至有区隔了 那大致 都差不多 恩故宫的差不多都是一样的 谢谢 Não